各位大家好,我是山登,之前因为这个讲过一次后期的LAB颜色这块 有个朋友没有听太清楚啊,可能在操作上面看幻动片没有看太懂 然后我们就是在录一个这样小视频吧,给大家在细节方面展示的可能再清楚一点 然后呢,今天就是我结合了LAB颜色,还有后期的这个瑞化 以及有点这个模仿这个HDR那个效果吧 综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录视频嘛,所以说会比较清楚一点,直观一点 希望大家看的时候呢,同样也是比较轻松的一种心态 是吧 嗯,这样我找了一个带云的一个照片 这是一年还是一年的上海啊,一次也有太风过来是吧 太风云这 嗯,因为讲瑞化嘛,然后结合云啊,有云来讲 风景里边来讲比较,比较,比较适合一点我感觉吧 嗯,然后新建一个图层,新建一个图层 嗯,那就是在照片上面新建一个图层,嗯 嗯,你可以这样新建,然后把背景,拖到这个上面,哎,新建一个,啊 也可以删掉它,然后Ctrl-D,啊,快捷键,新建一个都可以,嗯 然后你调整呢,就在这个新建的图层上来调整,嗯 然后,是来颜色来调整这个颜色了,啊 嗯,打开,图像,然后里边调整,啊 调整里边呢,嗯,有几种格式,啊 嗯,Live颜色,选中,OK 选择不评和,嗯 然后这个图像的模式呢,就从GP,嗯 嗯,从RGB,变成了Live,嗯 当然还有CMYK,还有多头脑的嘛 这次呢,我们只是说这个Live这块,嗯 这部完成之后呢,还是点图像,然后是有一个应用图像,嗯 嗯,然后,哇,更暗,是吧,嗯,没关系 因为这是正片结底,所以就要暗,嗯 嗯,改成了柔光,嗯 这个是增加照片的一个对比度,啊 如果你照片的这个对比度需要增加一下,可以 应这个图像,啊,我感觉这张就不需要增加对比度 所以说这个,Live这块,啊,下面,下两菜单上面有几个选择,嗯 那一般呢,就是,先选A,啊,然后再选B,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的颜色,嗯 在红色和青色这边,啊,我们青绿色,啊,做了一定的调整,我们点确定 看一下,嗯,看一下,嗯 嗯,整体不透明度稍微降低一点,啊 根据个人,而且还是得根据这个照片的情况,啊 看一下,嗯 差不多,嗯,这样差不多,啊 然后,盖印图像,啊,盖印图像,啊,盖印图像 嗯,很爽的一个组合键,啊,然后再形建一个,嗯 嗯,然后接下来呢,开始调整这个,B通道 哦,开始印图像,哎,这边,B,哎,这个颜色就会变化了许多,是吧 好像变漂亮了很多,啊,可能有点符合某些朋友的口味了,嗯 嗯,有点过分的地方,哎,可以擦一下,哎,这个 重点给大家说,这个擦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 你像这个,这个大块云,它肯定有暗部,有中间,有亮部,是吧 哎,擦是,需要是,把亮的地方,哎 稍微给它擦的通透一点,把这个云的层次,啊,增加一点 嗯,这边,你感觉应该通透亮的位置,就擦一下 按的区域的就可以不用擦了 嗯,那下面这个云呢,正好遮住了阳光,然后 然后,下面这个,区域呢,是阳光的那种西洋的颜色 嗯,上面呢,是那种,嗯,发青灰,啊,那种颜色 嗯,感觉,差不太多了,下面整体稍微擦一下吧,啊 注意这个橡皮擦的时候呢,嗯,就有很多种笔刷是吧 嗯,有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意安装了一些,啊 那七八糟的笔刷,嗯 嗯,这里呢,只用到的这个揉边,啊,第一个就够了 我感觉,比揉边圆上,嗯,硬度不要变,硬度就这样就行了 嗯,大小呢,根据情况,啊,不透明度呢,调的可以低一点,啊 百分之十几,这样比较柔和,擦出来没有什么痕迹 嗯,稍微把你认为颜色有点过的地方,稍微擦一下 好,我刚才擦了这个云层的这个亮面 嗯,暗部没有,基本上没有柔和度,嗯 它有颜色的那种,偏香的感觉,啊,还是让它照旧啊,依然保持 你看口味是不是,哎,符合你的要求 你想,我想颜色重一点,你把这整体透明度 再,再增加一点,嗯 你感觉够了,哎,差不多,就这样 好了,然后,你感觉有,如果有充分的自信呢 你可以整个都把它合并掉,啊,这几个图层,整个合并掉,嗯 嗯,然后再新建一个,对吧 这时候呢,别忘了把这个图像的模式调回来 点成RGB,然后Live颜色呢,基本上就调节完成了 啊,就是主要的就是该擦哪儿,嗯 颜色调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比较重要的,嗯 嗯,不能到处都擦,也不能到处都不擦 首先清楚这该擦哪儿,嗯 然后就是这个颜色,嗯 嗯,之前在写字里边有的朋友发片子,然后 尝试一下用Live这个去 调整颜色,然后有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颜色过的 还是比较多,过于悬艳 嗯,嗯 我的意见是,大家可以还是那个老办法啊 多看看好的片子,然后多看看那些大师的 或者说是这个,啊 有名的外网上面那些不错的摄影师的片子,嗯 他们的颜色控制比较恰到好处,嗯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瑞化啊 瑞化,瑞化呢 在绿镜里边可以找到,绿镜啊 里边有,瑞化这一栏啊 绿化里边有好几种,是吧 嗯,好几种 嗯 咱们今天呢,主要说是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啊 中间最三种呢 嗯,在后期修图这一块,修照片这块 应该是用的不多啊 嗯,据我目前的认识吧,用的不多 嗯 这个M 这个USM瑞化啊,我先说一下这个 嗯 填一下他,哎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终于出现一个,我猜单 啊,上面的数量呢 是越多,瑞化的程度 当然就越狠了,啊 这个根据咱们片子的这个像素来 嗯,这个我也想特别的说明 因为咱们 不同的拍摄的工具啊 拍出来的片子呢,像素的大小也不一样 啊,像这张照片呢 我已经塑了,就一半多了 嗯,因为现在呢 新出的一些,嗯 数码的相机啊,这个像素都越来越大了啊 大家手里边的像素呢 可能也是,嗯 越来越大,然后呢,嗯 你可能感觉有的时候,就 就画完了,好像没啥变化 对面几千,六七千的那种像素下来是吧 瑞化出来可能是变化不大 如果像素,嗯 像素这种小的片子,哎 一千左右吧 就会很明显,啊 要是五六百六七百那种啊 就更明显,嗯 比如说这个,瑞化啊,还得根据这个 像素的这个整体照片的像素大小,嗯 它的变化,还有它的这个 明显,明显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嗯 嗯,这里边呢,就是 选一个比较恰当的 根据你的这个,这张照片来啊 半径就是这个瑞化呢,也是一种程度啊 半径,这个选的越大 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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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它就 是吧,瑞化的像素面积就很大 我建议这个半径呢,就别太大 就小点啊,根据情况来 你看我这个,像我这张图,你看 嗯,拖到这儿,基本上已经不像样了,是吧 虽然是有点像HDR,但是这个太 太HDR了,哎 所以说也就,嗯 嗯,我的 个人是不喜欢太过分的那种 照片后期,是吧 所以说我,跳的尽量稍微 这个冷静一点啊,冷静 嗯,然后点 确定 嗯,变化不大啊 表面看上去变化不大 放大试试啊,放大试试 放到它的1比1的大小啊 嗯 嗯,这个 小眼睛这块,这个图层就是 瑞化图层,我关掉是这样的, 嗯,再看看 嗯,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实际上,对吧 甚至说都有点杂色出现,是吧 像这些 建筑,还有天空有点少 略有杂色出现,感觉这些像素都已经 啊,狂盗不安的悲 是吧,没唤醒了,这种感觉 哎 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这个 把它整体的透明度 降低的 让它柔和一点,这是一个办法 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如果想避免这种过分瑞化的那种场景呢 哎,你可以还有一个办法 在这说明一下啊 它,而且我为什么要在这说明 因为它跟Live原色居然还有关系啊 嗯,我刚才这一步删掉 因为刚才我是直接用这个软滑工具 中间差了一步 好 现在呢,我把这个模式啊 还是调成Live 嗯 然后呢,在通道里边啊 它就出现了,它跟正常通道就不一样了啊 它是Live 明度AB 这只是Live原色的这个通道特点 然后我只选明度的一个项 这个片子整个就变成黑白了 嗯 然后呢,我 就是瑞化这个明度这里啊 大家看 还是这个 USM 哎 还是这个选择 还是参数 还是刚才那个参数啊 嗯 嗯 这个时候我想 我感觉太过分了 是吧 对 怎么样挽回一点呢 这个在编辑里边 有一个 啊 见影M 见影这个USM瑞化 哎 再点一下这个 哎 哎 实际上我感觉也是挑一个不透明度啊 嗯 这两个办法 都行 哎 这样它的润滑程度就弱一点 就比较适中了 然后我把这个模式呢 挑回RGB 嗯 还是不合并啊 一般都是不合并 哎 大家注意啊 哎 这个跟刚才我用那个方法的 嗯 大家可以试试啊 哪个更科学 哪个更好 哪个更好 嗯 就是省省市来讲 我感觉就是直接调整这个瑞化图层的透明度啊 相对来说更省市一点 嗯 这是第一种瑞化模式啊 第一种瑞化模式啊 第一种瑞化模式 嗯 嗯 嗯 它里也有一些参数 基本上这设置呢 就是高级 然后是默认就好了 嗯 我当然我用的是PS6啊 大家可能 其他版本都有不同 嗯 数量 就是瑞化程度的深浅啊 数量越大 啊 瑞化的越狠啊 这数量咱们也是根据这个照片像素的大小来选 嗯 嗯 半斤也可以适当小一点啊 半斤小一点呢 就是 瑞化的应该我感觉比较啊 细节保留的多一点啊 嗯 离去的这种啊 模糊 嗯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 可能根据不同的这种照片啊 选择的也不同 一般情况下就是 高四模糊啊 嗯 嗯 更加准确 这一个你可以点上 更加准确 那就是瑞化的更 准确啊 更到位一点吧 我这么理解 嗯 好 选择 确定 哎 这个就 出来这么一个效果 嗯 你可以 啊 对比一下没有瑞化之前 是吧 这样 你看惯了这种瑞化的效果 突然你想看这个圆图 好像 被柔化了 被润化了 那种感觉 哎 哎 别回来 嗯 这样呢就是 有些时候你感觉有点 好像有点乱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就是HDR 有轻微心脏病 或者说比较严重的这个啊 患者应该是看不了这HDR的照片 就感觉很乱 啊 乱叨叨叨的 因为他到处都是瑞化了嘛 到处都要跳出来啊 嗯 摄影呢实际上跟绘画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绘画里边很讲这个虚实变化啊 摄影实际上也有啊 嗯 嗯 不同的焦段是吧 嗯 不同的这个 哦 刚才点错了一个键 嗯 不同的光圈值 然后他这个 得到的这个虚化效果 实际上这就是 虚 这个虚实的这么一个对比 嗯 嗯 这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瑞化呀 实际上也要照顾到这方面 这个因素 就是说 也可以擦一下 可以擦一下 这是我想说的 不是说整个瑞化就哪里都瑞的 这个有些地方我可能不需要 瑞化太多 有些地方我比方说这个云层的边缘 啊我就想让他多一个多瑞一下 然后感觉他的层次是吧 嗯 云层的这种感觉啊 重叠厚重的感觉更强一点 嗯 像下面的这些建筑 因为他不是重点 他不是本画面的重点 画面的这个重点就是 天上飘的云啊 下面的建筑物呢实际上 尤其是远处一点的建筑物 非重点 嗯 嗯 那我就擦一下 嗯 橡皮擦工具在这里 嗯 哦 橡皮擦啊 看到了吧 上面透明度 还是用揉边的橡皮 嗯 然后不透明度 嗯 十八 我很习惯用十八了 嗯 嗯 然后就擦一下 你感觉哪里需要擦 就擦一下 有些杂乱的云 它不是重点的云 你可以让它弱一点 主角的像云 像这些地方 我可以先不碰 我把这些 非主角 哎 让它弱下去 突出咱们的主角 这个这个这个 拍电影啊 电视剧 道理很像 嗯 嗯 配角 是吧 都比主角还厉害 那个主角 很忧伤的就是吧 嘿嘿嘿 嗯 嗯 这样的瑞化的 这个就是 还有实有闪 哎 在这里我需要保留 然后不需要保留的地方 就开始擦 擦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这个没有限定啊 我就不习惯 那有像有的交层 它是哎呦 百分之多少都给你限定好 实际上拍照 这个是非常偶然的一个 什么啊 嗯 才能碰到千奇百怪的 一种上啊 很多种这种不同的情况 可以说很难去 嗯 去限定一个什么 参数啊 这个这个很难限定 但是 就是通过经验 然后 哎 通过这个视觉观察 视觉经验 积累 然后逐渐的 你就知道该 该擦哪 不该擦哪 嗯 好 这样就 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感觉啊 嗯 嗯 我有这个体会 就是看这个照片 有那个 到处都是HDR 到处都很锐 哎呀 看着好累啊 这种片子我看三四张就受不了了 嗯 差不多 然后就这样 好 模式啊 还是RGB 然后就可以 把图片存到你想存在的地方 然后就 嗯 嗯 这样就结束了 那照片的 基本的后期 Live颜色加瑞化 好 感谢各位收看 嗯 嗯 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分享课里边 还会再 是吧 嗯 再讲一遍这个 关于 Live颜色和瑞化的啊 就是通过这个呢 展示一下 就是步骤 让一些朋友 有点 嗯 头晕啊 有点晕 看我们这个 分享课啊 有看不清楚 步骤的朋友呢 可以更明确的更清楚的看到 好了 就到这里 嗯 各位再见 嗯 嗯